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女士就说 哇 真的很谢谢你 先生 然后她就多了一句话说 你的小喇叭吹得很棒 哇 你知道那时候我多紧张吗 真是想说 幸好我刚才选择来帮助她 而不是跟其他排队的人一起在那边碎碎念 怎么那么慢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后当我在台上吹小喇叭的时候 台下可能就有一个人说 哇 你好像吹得很荣耀啊 吹得很这个爱主啊 很有爱心 其实你私下根本就是另外一样的人啊 他就很难来享受一个聚会了 好名声就是要表礼如一 这是为什么吗 他在福音六章这边说到 暗中查看的天赋 他会来报答你 暗中查看的天赋 你私下是什么样子 他会报答你 其实不只是上帝在暗中查看 人的心都是雪亮的不是吗 有一句话说 若要人不知除非怎么样 己莫为嘛 所以我们在人前人后也是一样 你在这个人面前 很诚恳 很感恩 很好的态度 你在他后面呢 是否更能够来尊容他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别人的后面 更应该多讲别人的好话 而不是在指指点点 不然呢 这个人前人后 常常就会出现一些 没有必要的误会 或是一些变成 好像你是个八卦的人 这种感觉 那事实上有很重要一个原则 就是 Who you really are and who people think you are might be different 你是谁和别人 觉得你是谁 常常不见得是一致的 就好像教会 我们常讲耶稣爱你啊 神爱世人 彼此相爱 充满爱的地方 嘿 可是你知道吗 教会外面人 常常觉得教会 就是批评 论断 哎呀 觉得世界是罪恶的 误会的 好像 你不要玷污了我 这种感觉 哇 我们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其实很有爱心耶 可是世界 看教会 他们对我们的感觉 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表达 我们自己 怎么样有好名声 有些时候呢 我们需要重新来思考 我们是怎么样 来present ourselves 而有时候检讨到最后 我们才发现 我们真的需要 重新来改变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的用词 或者是我们的表达 或者的确是我们的心态 真的需要有一个悔改 当我们有好名声 表里如一的时候 我们的侍奉 就更荣耀 就更有果效 因为当一个人 知道我们 是表里如一的时候 他们接受我们的服饰的时候 是加倍的 有果效的 当然啦 有些时候 别人怎么解读我们 真诚的付出 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是呢 不论如何 暗中查看的父 他会报答 但愿你和我的侍奉 不论是在教会 在工作 或是侍奉我们亲爱的 周围的家人的时候 能够有果效 能够有好名声 好让他们 可以享受 我们手中的师父 祝你 不论我 我会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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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